他到底娶的是不是小燕子呀 哎不是这永齐的敌附近呢 是这鄂尔泰的孙女西林觉罗氏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听我给您讲故事 您瞧这两天啊又闹天了 前两天啊还忍不住 骑了一圈摩托车 哎可倒好了又闹嗓子了 在这啊我也得提醒您各位 听书的著名工 这大春天呢还得保护我自个儿 这春午秋冬啊是句老话 别轻易的捡医生 得嘞我先祝您啊在这个春天里啊 这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其实咱们啊要聊这娘娘啊 我一想起来就想乐 其实呢这位娘娘按说啊身上没有什么笑点 可是呢一想起啊跟他有关的电视剧 我就想乐 其实我这人啊已经很多年不看国产电视剧了 可是一提到这位妃子 我就想起我青年的时候啊 那会有一部啊大家天天晚上 围着电视机追的这么一部电视剧 什么呀就是环珠格格 哎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那个可乐的小燕子啊 她的婆婆 乾隆朝的于妃娘娘 这于妃啊虽然是八旗蒙古 但是啊她已然啊算不上一个纯粹的蒙古人了 因为他们家啊早就被这个八旗规划了 哎她在旗是个旗人 现在啊很多正经的史料称呼起旗人来啊 在我看来都是不妥当的 我都有意见那有人就说了你说书的能有什么正经的意见啊 你还能给这个史学家指道不成 哎您看啊我说的他有没有道理 咱们就拿这个于妃娘娘说事吧 有很多这个资料当中啊是这样写他的 这个于妃啊是克里耶特氏 他是蒙古香兰奇人 可是我呀就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觉得呀他应该这么说 他是香兰奇蒙古 和他相对应的那自然就是香兰奇满洲和香兰奇汉军 这八旗也不是满洲蒙古汉军 他各有八旗 他是在八旗当中 他们分别有着满洲蒙古和汉军 所以说香兰奇蒙古 这种称呼啊才是对这个克里耶特氏 也就是于妃娘娘正确的定位 这克里耶特氏啊是蒙古部众 很早就被规划成八旗的一支 所以说现在克里耶特氏啊 他既有蒙古族也有满族 虽然现在的这个满族克里耶特氏啊 可能姓了别的姓 有的呢就随汉姓改姓了海 有的呀就姓了家 有的呢姓了朝 在清朝的时候 这克里耶特氏啊就不只有一种称呼 有的时候啊他们也称自己为海氏 或者是海家氏 您一听海家氏这种称呼啊 您就知道他们是八旗规划人了 只不过这次规划的不是汉人 不是张家里家魏家氏 而规划的是蒙古人是海家氏 这海家氏鱼飞啊可不住在内蒙草原 那他们家住哪啊 他们家住啊这大兴 这小燕子这婆婆呀可是正经的北京人儿 住在这个海子红围附近 是这个南院海子人 那说现在算起来呢不就是这个大小鸿蒙以外的这个大兴人吗 哎旁个庄附近呢 他吃西瓜方面 哎实际上呢也没那么远 大概就是啊现在丰台区南院附近 您看我这一句话呀算是把这于飞娘娘救了 刚才咱们那个论点呀 他还是郊区人 现在呢改成八区了 得了咱们不开玩笑了 咱们接着说呀这小燕子的婆婆于飞 这于飞的爹呀官不大 袁伟郎他至于是哪一个不愿的袁伟郎啊也没有记载 他的名字呀叫俄尔吉图 搁到现在上说呀也就是个司局级 搁到这个外放啊这官都不小了 那搁到北京城完了 那雍正皇帝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像他这种橙色品级的官啊 比永定河里的王吧还有多些 所以说这于飞呀他身份地位不高啊 那是肯定的 但是绝对不像啊这某些电视剧 哎别某些了 咱就说这如意传吧 于飞哎当然早期啊叫海长寨 他那么的呀没有人疼没有人爱 说是这个秀娘出身啊 无依无靠 家屎啊比较简单非常可怜 据我所知啊没那么可怜 不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 这个我呀查业过这么一份资料 叫做宫内等处女子嬷嬷嬷嬷嬷嬷 持肉底仗 这份档案啊光从这名字上来看就很绕嘴 哎这其他都好解释 这个妈妈礼是什么呀 我给您先说一下 这妈妈礼的这个礼啊 这现在这个字不常用了 就用这个礼外的礼代替 实际上这个字呢 是一个衣补 一个礼外的礼 它是什么意思 在过去呀 它单指这个被子礼 和这个衣服的礼 你看咱们现在说呀 这衣服礼子 过去这个字单指这个东西 你看现在这文字简化了 这个字的意思呢 又太单一 所以咱们用礼外的礼 就把它代替了 不过这个字啊 在清代中晚期以后 在北京附近啊 还单有一种解释 就是形容一个人呢 有礼有面 哎他也是这个礼 您看啊 在咱们书馆里啊 他不光啊讲后宫 我呀多少的 还得跟您讲讲民俗 这嬷嬷呢 很有可能是指啊 主子身边啊 年纪比较长的 有档次的妇女 或者是贴身保姆 或者干脆啊 就是这主子的奶妈 那这妈妈礼啊 这档次啊 就稍微低一点了 应该是主子幼年时的 看妈 或者是哄妈 这份档案上啊 记载的清楚 说这个皇后啊 身边有官女子两人 家下女子六人 嬷嬷六人 妈妈礼两人 这官女子啊 是宫里派到皇后身边 伺候皇后的 这家下女子啊 是人家皇后的陪在丫头 这嬷嬷和这妈妈礼啊 这两个嬷嬷 两个妈妈礼啊 那就是皇后离不开的了 是皇后从小的贴身使唤人 这家下女子和嬷嬷妈妈呀 那是注定要跟着皇后一辈子的 档案上还写呀 这个贵妃家 这也就是高家世了 还有这个娜妃 当然说的就是季后那拉世 都有这个家下女子 在这个娘娘们身边 别的人不重要啊 咱们单说这个海长寨 也就是后来的余妃呀 除了这个官女子之外呀 还有一名家下女子 也就是说呀 人家这个海长寨 还有一名陪嫁丫头 那有人说这能说明什么呀 您看这海长寨家呀 还能陪得起丫头呢 这陈长寨家呀 可能才真正是家世贫寒呢 一个陪嫁丫头没有 身边只有官女子 所以说从这份档案上分析呀 这海长寨家呀 可能啊还过得去 雍正五年 黄四子弘历成婚以前 身边呀 就已然有八九个格格了 这格格呀 就是侍妾的意思 据学界推断 这其中呢 就有着克里耶特氏 雍正十三年 雍正皇帝驾崩 乾隆皇帝登基 克里耶特氏也随之进宫 被封为了海长寨 要说这克里耶特氏啊 在宫里的这个位分晋升啊 不是很顺序 在乾隆二年的时候 随着重贫飞一起 也普涨了一截 别人长他也长 他从这个常在呢 就被禁封为了贵人 这好日子呀 来的也比较晚 乾隆六年的二月初七 这海贵人 才为这乾隆皇帝 生下了皇五子永齐 算起来呀 除了那些不生育的 这海贵人呢 给皇家生下子嗣啊 算是晚的了 就在这二月份的当院啊 重庆皇太后就降下遗址 封这个海贵人呢 为余品 到了乾隆十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皇贵妃 高家式护士 后宫当中呢 就有了位分空缺 所有嫔妃呀 普涨了一击 已经被禁为了余品的 克里耶特氏啊 这一下子就成了 余妃了 那随之呢 这问题也来了 乾隆十三年的七月初一 这会儿啊 后宫当中啊 这位分又要普涨了 为什么呢 中宫皇后 覆察室驾崩 纳拉室呢 被封为了皇贵妃 以皇贵妃的身份 熟理六宫室就等着封后了 在妃位当中啊 排在第一名的 最前头的家妃 这会儿啊 也被禁封为了贵妃 现在这个乾隆皇帝的后宫当中啊 只有三位妃子 他们分别是 于妃 淑妃和令妃 这会儿的于妃啊 排在第一位 到了十六年的时候 这妃子的排位它变了 于妃呀 还是第一位 令妃排在了前边 淑妃成了最后 到了乾隆二十年以后啊 这位分啊 完全是大吊个儿了 令妃排在了最前边 中间呢 是淑妃 最后才是于妃 有人说 这乾隆皇帝 他怎么这么不地道啊 这不典型的 有了新人 忘了旧人吗 年轻的排在最前边 然后年老的排在最后 在宫里呀 这种妃位上的排序呀 一直排到了乾隆二十八年 于妃呀 在后宫当中的地位 一直不行 受到的封赏啊 通常啊 就和贫一样 我们呀 也很难猜测出啊 在这段时间 于妃为什么 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冷落 这于妃娘娘 她是有儿子的呀 并且 这武阿和永齐呀 是乾隆皇帝 非常喜爱的一位皇子 有人说啊 这乾隆皇帝 之所以喜欢永齐呀 是因为这永齐 他通蒙古话 哎 这不是废话吗 他妈就是蒙古人 不过呢 这说归说 玩笑归玩笑 这永齐呀 在乾隆皇帝的这些儿子当中啊 确实算得上是比较优秀的 历史上啊 是这样评价永齐的 爱心觉罗永齐 自幼聪慧好学 武艺精湛 博学多才 公书善化 著有交通圣稿 仪瑞堂诗超 传世 那他到底取的是不是小燕子呀 哎 不是 这永齐的敌附近呢 是这鄂尔泰的孙女 西林觉罗氏 要说这于飞娘娘 在后宫当中的命运转折呀 还就在永齐身上 乾隆28年的 五月初五 这会儿啊 刚刚入夜 大伙儿呢 还都沉浸在呀 过端午节的喜悦当中 谁想到啊 就在圆明园 发生了火灾 这场火灾呀 可能是这乾隆皇帝呀 这辈子遇到的 最危险的一档子事 这皇上只要住在圆明园呢 那肯定是住在九州青殿 谁想这天呀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走了水了 这大伙儿呀 很快就蔓延开了 眼见着这熊熊大伙儿 一干的朝臣内侍以及嫔妃呀 站在那是束手不策 就在这会儿啊 只有永齐冲进了火场 把这自己的皇阿玛背了出来 这乾隆皇帝被救之后 是十分感动啊 要不说什么叫立竿见影呢 这改变命运呀 也许就在一瞬间 就在第二天 哎 第二天啊 太监长宁传旨 遇赏于飞娘娘 镀金拱花 联合套二面 白发廊表盘 双只表一个 镀金橄榄形 梅花锁一条 您瞧了吗 这平时啊 被亏欠了赏赐的于飞娘娘 这一下子就算赚足了 可是啊 这好日子呀 过的时间并不长 这乾隆皇帝 虽然很喜欢永齐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啊 甚至想把皇位 传给这位我儿子 可是呢 这永齐呀 那英年早逝 虽然在二十四岁的时候 就被封为了 和硕荣心王 可是没过两年就过世了 随之啊 这玉妃娘娘 在后宫的生活呀 不冷不热 可是呢 寿数还是比较长 一直啊 活到了七十八岁 这奇怪的事情啊 又来了 虽然这乾隆啊 这玉妃的风场啊 很一般 平时呢 这玉妃也不像 其他受宠的妃子一样 经常能得到 这个乾隆皇帝 赏赐这真丸百设 有一件事情啊 很奇怪 七十多岁的玉妃 还经常被这皇帝 翻牌子 弄得竞士房的太监头啊 都纳了闷了 跟这个皇上说 这皇上啊 这后宫嫔妃 通常啊 五十岁以后 就不再侍寝了 这玉妃娘娘啊 七十好几了 咱们到了晚上 还拿着锦钻子背 把它裹严实了 往这个养心殿抬吗 这乾隆皇帝一瞪眼 哎 算是没人敢问了 我想啊 这七十多岁的玉妃啊 还被乾隆皇帝翻牌子 这老两口啊 无非是 在养心殿暖阁的寝宫当中啊 怀念一下 自己呢 死去的儿子 乾隆五十七年的 五月二十一日 这玉妃娘娘啊 在永和宫 红尸了 享年七十八岁 在后宫里 做妃子就做了四十七年 虽然这于妃娘娘都已经空事了 但是奇怪的事情又来了 在乾隆皇帝名发的旨意当中 川校人里啊 竟然没有这个小燕子 哎 对喽 也就是啊 这个永齐的嫡夫近 西林觉罗氏 还有这个永齐的亲儿子 叫绵义 也不在这川校人名单当中 这一点啊 让史学界很费解 其实呢 让我呀 大胆的分析一下 我倒是觉得呀 这乾隆皇帝 对这个儿媳妇和这个孙子们 是很生气的 他怨他们呀 没能照顾好 自己那个早王的儿子 这于妃娘娘 带着身后一片的谜团 在乾隆 五十八年 十月十三日 被埋到了东陵圣水域的 纯会皇贵妃原寝 也就是御灵的飞原寝 在御灵的飞原寝 第二排西蜀第二座坟种 那就是小燕子这位婆婆娘 御妃的坟种 虽然这死后啊 被追封为了贵妃 但是好像啊 这乾隆皇帝 对追封于妃为贵妃 这件事情上也很犹豫 这于贵妃的记文呢 前两次抬头上写的呀 都是于妃 只有到了第三次记文之后啊 才改为了于贵妃 并且呢 在丧仪上啊 比这个早先亡故的 西贵妃和庆贵妃 要逊色不少 得嘞 这位于贵妃的故事啊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咱们明儿见 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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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带